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今天要来看菲利比书二章二十二节 但你们知道提摩泰的名正 他希望福音与我同劳 带我像儿子带父亲一样 保罗说提摩泰是希望福音与他同劳的 并且是带他像儿子带父亲一样 那么同劳在原文是使他为奴 成为仆役 保罗这样的表达可能预含了两个意义 一个是保罗他为福音受了患难受了苦楚 那么他需要有人帮助 而提摩泰在帮助在服侍保罗的时候 他的一个状态是以儿子服侍父亲的这样的心情 是非常的公顺的 非常的体恤体贴的 非常的敬重尊敬保罗的 这是一个思想 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保罗跟提摩泰他们是情同父子 然后他们一起为了福音成为奴隶 但是整体来说我们都可以知道 提摩泰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放弃了他的自主 放弃了他的自由 因为保罗那个时刻是在监狱里面 那提摩泰要服侍保罗他就需要陪着保罗在监狱的附近 或者是在那个当中 那并且提摩泰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他也是与保罗同心 是以基督的事为念 也就是说要帮助保罗能够更好的去成全在各地的圣徒 所以保罗跟提摩泰就是有一个美好的同工的关系 那在这段经文也就是说在19到22节 其实我们就看见了拆派工人三个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我们要拆派一个工人 我们就需要他是一个可靠的使者 并且这个工人他需要明白使命的真正意义 以及他的核心价值 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我们很熟悉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领受了大使命 就是我们要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马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我们要到各地去传扬主的福音 但是我们要去执行这件事情 我们成为神的使者 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个使命真正的意义 跟他的核心价值 否则我们就可能会传递错误 或者是把人带到一个不同的信仰的当中 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要拆派的使者 其实或者说教会的工人 他就需要是不求自己的事 而顾念耶稣基督的事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我们也可以体会在教会当中要全职来侍奉神 一个比较准确的状态 确确实实他是把自己全然地交托给神 以至于他能够将他的心力去体贴神的心意 能够成为上帝的使者 能够将上帝的心意传达给许多的圣徒 或者是去陪伴 去帮助上帝所要陪伴的人 这是其一 那第二个 要成为神所拆派的工人 我们就需要盼望自己有美好的见证 以至于显明在人的身上能够被认同 能够被敬重 我们看见保罗拆派提摩泰 而提摩泰是在菲利比人的面前 在他们的当中已经是被认同 被敬重的 所以这个提摩泰去到菲利比人的当中 那他就能够非常好的被接待 并且能够知道提摩泰确实实实是代表保罗来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要与领袖要有美好的关系 我们看见保罗跟提摩泰形同父子 那其实这也表达一个奉差遣的人 他与差遣他的人彼此要有一种非常真实的信任的关系 并且奉差遣的人 他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公顺 公签的态度在他的里面 因为他所要做的事情是完成拆派他者的旨意 而不是去建立自己的国度 不是去形成自己的势力 那这才是一个我们说 我们盼望自己能够成为神所拆派的人 很重要的三个原则 所以当我们思想 我们要跟神祷告 说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的时刻 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 就是我们认识福音的核心 然后我们的生命生活 我们能够显出美好的见证 以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何 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任神 我们又能够让上帝信任我们 使我们能够到各地去 能够真实地能够代表上帝的心意 那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地 都能够不断地增长 谢谢大家